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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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检订阅 最繁琐的过安检 看看这次安检有多快吧 估计十分钟 二十分钟 还好我们是早航班啊 我们来的比较早 这机场人不多 也不怎么排队 应该很快 洛杉矶国际机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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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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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 好 星莲 星莲的launch最大的特点之一 星莲的launch最大的特点之一 就是它有一个户外的一个terrace 晚上这边这些火 对不对 你看晚上这些火都点起来 小氛围 要一个小酒 往这边一坐 但我就一点没明白 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barbecue的炉子 这边会有一个barbecue 谁会在这边barbecue 但是这个行李毕业好处是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棒的 飞机的 还有好多人在那边拍照 看下面那个平级亭了吗 在那边 这里好多人在那边拍照 这都是飞机爱好者 在那拍飞机起飞降落的 这边也能看到一些 所以星莲的这个六楼的休息室 最大特点就这个户外了 除此之外里面反正今天早上航班人真的是多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会这么多人 来机场的时候觉得没有这么多人 对不起 excuse me 来 发楼项目 洗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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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see Stars line is in the shower room 专门这边的洗澡 这边有个宇宅 坐的地方 全身镜 再次看 今天看的是Costco Shower的房间 这个小动作挺漂亮的 又属于以前我们频道里说过 见光不见灯 对不对 感觉像个仿自然光一样 从这边洒进来 开始洗澡 Shower time Where's the towel 洗完了 然后出去吃点东西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很漂亮姐 你自己儿子开箱吗 Amanity 嗯 给小朋友也是 你看他自己打开 他自己打开菜是什么样子 哦,Disney 100 year 嗯 小朋友的东西还是可以 I'm fine I'm fine There's some water in the compartment OK 飞机上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啊 袜子 这个还是比较需要的 拖鞋 眼罩 画像书对不对 下面是放鞋 这边还有一个延伸的空间 可以睡觉的时候放脚吧 在这边 哦 储物空间 这 OK 那边 好 这 有个小的compartment 打开 耳机 平水 这边 这边也可以放更多的东西 所有的充电口都可以满足你的充电需求 座椅 这个是插耳机的 这个是插耳机的 所有的操纵全部都在这边了 然后这边 这边 各个角度的灯 和大家完整的看一下这个座椅啊 整体座椅的宽度是非常好的 就是两个人如果你坐在这边 肩并肩坐在这边也都完全OK 空间感是非常大的 很舒适 皮质的面料 全部的靠背 也都是皮质的 那这一点呢 见仁见智的 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那今天的商务舱呢 并没有坐满 大概有七八个空位吧 还算比较少见的 因为洛杉矶到 那瑞特这条航线 算比较繁忙的 腿部空间也没有问题 我基本上躺下来的话 就刚刚到膝盖吧 所以距离来讲 位置来讲 都是非常好的 没有任何问题 特别值得夸奖的是这个小桌板 绝对是够大 拉出来以后 上面你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哪怕你拼个乐高 都是OK的 而且桌板是有角度的 你可以给它调整斜一点的角度 这样你进出座椅的时候 并不需要把桌板全部都收回去 而且桌板呢 也是可以升起来的 另外在屏幕的左边呢 是有一个挂钩 可以挂一些简单的小物件 太重了 肯定没卸 然后显示器的上面有一个按钮 是能按的 按下去以后呢 显示器可以有一个角度 这样你再躺下来的时候 看电视更舒服 那大概起飞平稳了以后 差不多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开始放餐了 首先呢 就是一份生菜沙拉 这个就中规中矩吧 就是典型的这种酸酸口的酱料 配上菠菜叶 各种植物的根状 根茎类的植物 然后水萝卜这种东西 反正我个人不是个沙拉爱好者啊 轻轻肠胃是OK的 那重头戏呢 是我特意在新加坡航空公司 可选菜单上面 提前48小时订的一款 猪肉软骨军汤配饭 这个我看很多人以前推荐过啊 说非常的鲜美啊 猪肉软骨怎么样 那我自己非常的好奇 就点一次试一试 那没想到吃起来呢 那汤头首先确实非常的咸 看起来比较寡淡的颜色 它实际上已经非常入味了 那整个的猪软骨肉呢 也是非常的软糯 不能说入口即化吧 但是基本上不需要怎么拒绝的 而且它的软骨呢 也是可以直接咬碎了咽肚的 比较惊艳的就是这个小蘸料啊 上面的小辣椒呢 稍微有些辣味 那整体的酱料呢 是酱油底偏甜的口味 那配上这个猪软骨蘸一下这个酱料 那就一口大白米饭 那简直不要太爽 所以这款汤 我觉得对于一个亚洲人的胃来讲 能在飞机上吃这样的东西 是非常舒服的 对于我个人来讲 肯定远胜于各种牛排了 牛排在陆地上吃就好了 对不对 晚饭过后呢 我就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巧克力冰淇淋 上面配了一些黑莓子酱 仅此而已啦 也确实不太饿 中午的航班刚起飞就开始吃 餐食收拾完了以后呢 很快的飞机内的光线就开始降下来了 为大家可能有的人要休息嘛 那提前为时差做准备 那我呢已经看过很多大神在网上开箱这款商务舱了 所以基本上座椅怎么放大概也都知道了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的座椅背面实际上是可以 可以放倒的变成一个床垫的设计 所以它比传统的座椅还可以做的更舒服 因为它可以把背面做的更软更贴近于床垫的这个软硬的程度 不需要考虑人长时间坐上去的感觉 而且床垫放下来以后可以和你搅搭的地方 以及前面屏幕的地方是完全的贴平 这样的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膝盖以上的空间吧 那对于很多喜欢侧睡侧卧的人我觉得是非常友好的 就是你膝盖全上来睡也是完全完全OK的 那我在这边收拾的时候 空乘小哥看到了以后实在是不忍心去看了 因为毕竟新加坡航空公司服务著称的 那是全球线的第一的航司 所以他就说你赶紧躺好吧 我给你铺上就完了对不对 我其实还挺不喜欢别人给我铺这些东西的感觉 我自己不是没手没脚 但依然是好评啊 必须要说的 那和大家看一下整个床铺铺完的一个状态啊 真的上面的空间非常大 那当然如果你直的平躺着睡的话 脚插在里面却是脚步的空间并不怎么样 因为所有斜插的这种睡的床都是这个问题 但上部整个是膝关节以上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好 那整体来讲的睡在里面隐私感觉得非常好 因为它靠背足够大嘛 那稍微睡了一会起来以后看看电视 准备接下来我们降落之前还有一餐 那这一餐呢 同样依然我没有选择飞机上可以选的所有的餐食 我是从cookedbook里面去选的 那头台就都是大家飞机上统一的这个生菜沙拉了 但是这个酱真的是非常酸 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它好像是honeymaster的酱 但它蘸上这个烟熏三文鱼以后口感意外的好 而且意外的开胃 本来我并不是多饿 因为刚睡醒看了一会电视 其实并不想吃东西 但是吃完一口这个烟熏三文鱼蘸上这个酱以后 整个人就觉得蛮开胃的 我已经准备好接下来要吃的东西了 接下来我点的餐依然是从cookedbook里面选的 选的什么呢 选的一份卤肉饭 没错没听错在商务舱上面吃卤肉饭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队友 队友更夸张 队友直接来了一个海鲜粥配油条 这叫什么搭配 当然也是从cookedbook里面选的 那我的卤肉饭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 看一下觉得这份卤肉饭怎么样 从品项上面能达几分 我觉得肉量是非常好的 该有的也都有了 对不对 卤蛋一整颗切成两半放在里面 但是肉的这种片状更像台湾的控肉饭才对 肉看起来而且上次也不是很深啊 但是其实吃起来我觉得入味是没有问题的 已经非常非常入味了 入味了而且非常的软嫩 那整体来讲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酱汁呢 给的并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基本上你把肉都吃完了以后 底下会剩很多的白米饭 当然这米饭非常好啊 那只不过你知道准备接下来去玩的地方 那天天都要吃碳水 所以能少吃点少吃点吧 这个卤蛋味道也是非常的入味的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只不过吃的时候小心点 不要像我一样太着急了 这个卤蛋的蛋心虽说已经切两半了 依然非常的烫 基本上吃完饭没多久很快飞机就开始降落了 那给大家再看一眼这个飞机上的菜单了 其实飞机上菜单有很多好吃的可以选择 那只不过这次真的说那干脆就吃点不一样的好了 那所以选择了cookedbook里面选了一些东西 提前48小时吧 去预先预定才可以吃到 然后飞机滑行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就准备着陆 看看未来的14天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更有意思的视频 下次再见咯 你从这上面走吧 go go